我可以告诉你 美方迄今的反应 自相矛盾 令人困惑 根据2005年 美国国防部 与乌方签署的协议 美国国防部的代表 有权参与乌方设施 所有相关活动 而且乌方不得公开 美方认定的敏感信息 根据美方2021年底 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文件 美方在乌克兰 有26处试验室等合作设施 我们不禁要问 美方到底有没有派人 具体的活动范围 到底是什么 到底有多少个合作设施 公共卫生领域 有什么敏感信息 不得公开 乌克兰方面 知不知道 美方在乌克兰 如果美方自己公布的信息 都前后矛盾 漏洞百出 国际社会 如何能相信美方 确实履行了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义务 以核查 确保尊约 是国际共识 而美国 是唯一反对建立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核查机制的国家 这也难怪 国际社会 对美国的生物军事活动 一斗重生 几十年来 美国动不动 就指手画脚 指责其他国家没有尊约 必须接受核查 甚至因此对其他国家 制裁动武 为什么 一到美国自己身上 就可以不接受核查 就可以说一句 我遵约了 轻轻飘飘的应付过去 这是典型的 美式双重标准 况且 以美方的信誉 很难取信于国际社会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 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对其境内外 生物军事活动 做出全面澄清 并停止 并停止 独家反对 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核查机制 这将有助于 恢复国际社会 对美国 履行国际义务的信心 也将有助于 提升 全球生物安全水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